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现身 李梅珍选前之夜 支持者瞬间沸腾 这是6月11告别音乐会后 韩国瑜第一个公开活动 谢谢谢谢 明明是李梅珍的场 但群众挥舞的旗帜 嘴上汉的名字都是韩国瑜 让韩国瑜好几度说不下去 至此到一半突然下起了 从小雨到滂沱大雨 不到三分钟台上蓝营一级干部 凌晨落汤鸡 韩式幽默化解下雨插曲 但雨势越下越猛 雨水打在韩国瑜脸上 等到弯腰鞠躬时 才用手抹去满脸雨水 有幕僚要拿帽子给韩国瑜 他比了拒绝手势 镜头更可看到台下支持者 撑伞穿雨衣没人离开 雨水也从冒烟滑落 韩国瑜退场时 支持者不顾全身湿透 冲上前握手 促勇着韩国瑜 场面相当感人 大雨冲不散热情 这场景去年就曾上演过 去年6月1号 凯道大集结也是亲朋大雨 挺韩粉丝们 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更有人拍下这张经典照片 大雨中背直挺挺 没撑伞没雨衣 背影歌感动无数人 这样的挺韩精神 时隔一年多后没有消退 李梅珍选前造势 14号傍晚的雨 大道场地凝溺积水 一度到了脚踝 一场场大雨 见证韩国瑜的起雨落 寒流没散 支持者没离开 借台北综合报导